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看看今天我们请到了几位老师 他们是周明的节目主持人莎娜老师 欢迎莎娜老师 欢迎嘉宾的高级副总裁瞿卫老师 欢迎瞿卫老师 周明的节目主持人严品红老师 欢迎严品红老师 图蕾老师 欢迎图蕾老师 来吧 了解一下 今天需要四位老师帮助的嘉宾朋友 遭遇了怎样的情感困惑 请看 我们两个在一起两年了 他一直想跟我订婚 但是我觉得我们还需要再磨合磨合 我觉得他还没有认定我们的感情 都两年了 今天也都见过面了 还想怎么磨合 他从小娇生惯养 一来伸手 饭来张口 一点都没有责任心和担当 我怎么放心把未来交给他 是他要求太高了 过日子应该现实一点 不要天天心比天高 看不上这个 瞧不上那个 我真的很无语 我们两个现在天天吵架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 男嘉宾张先生 24岁来自河北各取 女嘉宾王女士 24岁来自山西副店长 来 有请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 据说是聚餐的时候 一见钟情是吧 对 是你钟情他 还是他钟情你 我钟情他 聚餐的时候 你一眼就瞄上了人家是吧 你钟情他了吗 刚开始没有 然后后来追了我一段时间 我就觉得他人还挺好的 然后就答应了 啥问题啊 就是八个月之前 他跟我说了一回 那个订婚的事情 然后当然被我拒绝了 因为我得为我未来考虑 我觉得现在的他 我俩还不适合 就是谈婚论嫁的那种地步 他身上有好多小毛病 然后我就想 就是等他这些小毛病 有所改善之后 然后我再跟他说 订婚结婚的事情 然后我们之间就发生 好多不愉快 说出这些不愉快 就是他家就他一个孩子嘛 然后就娇生观养那种 大少爷脾气 刚开始 杵的时候都没发现 他有那种脾气 然后后来呢 他就感觉他特别好吃懒做 对金钱什么的 都特别没有规划 我就想要不 让他把他的工资卡交给我 可是他竟然背着我去透支了信用卡 而且还就是为了还信用卡的钱 买了个假钻戒骗我 我就感觉特别生气 不不 你认为他不会计划花钱 对 所以你收了他的工资卡 对 一个月挣多少钱啊 我一个月七八千吧 七八千也不错了啊 他每个月给我的生活费太少了 给多少钱一个月 一千 你说我一个大男生 一个月一千块钱怎么能够啊 你说偶尔平时还跟朋友们 出去继续会啥的 也不能总让他们花钱是吧 你说我总得买单吧 然后我还得上班 还得加油 然后没事 我还得小爱好啥的 你说不都得花钱吗 怎么能够啊 然后我就去银行 发了一张信用卡 我就行事 最起码有点私放钱啥的 是吧 那假戒指是怎么回事啊 假戒指吧 本来钱不够 然后我就跟他说 他也不给我 然后我就跟我哥们说 我这钱不够 然后他们就给我想了一个法 就说你就买个假戒指 就骗他一下 然后他就给你钱 就说假装送他个小礼物 然后我说我这钱不够 你说你就再给我点 然后我再买个礼物送你 这戒指骗了多少钱走啊 两千多不到三千 他给我买的戒指 其实根本就没有那么贵 其实只有几百块钱 而且他什么事情都是他朋友 他朋友 每天老听他朋友的 你说他和他朋友 何解我来骗我 是是是 心里都特别委屈 凭什么呀 对对对对对 而且他说话总是出尔反尔 就是不算数 比如说 就是上次我给他报了一个 那个成人自考 因为他家是干家装的嘛 就那个小公司 而且现在生意没有以前那么好了 我就想着就是学点人力资源管理啥的 对他的社交呀 还有工作都有帮助 可是他老骗我 就是他又骗了我 他说那个 你看媳妇我来上课了 我来上课了 但其实他根本就没去 我在他微信里面发现 他那个跟朋友有那个开黑群 天天玩游戏去了去往吧 那不是我个人爱好吗 再说你给我报那个专业 根本不是想去的 而且你想我高中毕业 那么时间都没上学了 你突然给我报个课 你告诉我电视让我上课 你说我能怎么办呢 我只能答应你了是不是 你虽然说口证答 但是心里没答应 心里没答应 你说我要是说个不断 你说你这跟机关相 你的眼神都撒手好几次了都 而且他骗我都不是 这一回两回了你知道吗 就是你看主持人他那么胖 我就想着给他报个健身房 让他减肥 然后他这次就是 我觉得他已经痛快嫌妇了 答应得我答应得特别好 然后媳妇我这次 一定三个月之内 一定要收到多少多少件 然后呢就收得特别好 而且还买了一份 特别贵的运动装备 我就想着他肯定就是 这次一定会下定决定减肥 可我没想到都一个多月了 然后他就反而没有瘦还胖了 我就特别好奇 他几天他在健身房干嘛呢 干嘛呢 就是我就有一天我就去找他 他就在那个休息室 在那一边啃着压脖 一边在那玩手机 那我健身 我不能从24岁的时候健身房 我也有休息时间呢 是不是 那我健身饿了 那我也吃东西啊 不是 主持人我就觉得 他特别不上劲你知道吗 对呀 而且他有时还拉着我不上劲你知道吗 就是我现在的工作吧 就是怎么说呢 我现在已经是个副店长了 就是升职的空间还是很大的 那你做什么的副店长 就是快餐店 就是每个月有固定的工资 然后福利啥的都挺好的 但是他就是有一天突然过说 不让我去上班 以后结婚非要让我待家里 就是江富教子 就是过那种 就是不让我去上班了 反正就 我妈说了 说咱俩要订完婚的话 后来都给你家人拼礼 然后你又不用上班 你天天在家就是 想幸福就行了 可是我不想要那样的生活 我就感觉他就是拿钱 再买购我的后半生一样 而且他什么都是 他妈说他妈说 什么都是他妈说什么 他妈说什么 那处这么长时间了 他妈让他干啥就干啥 你说的是大妈还是二妈 他就一个妈 俩妈 大妈说你得把二妈娶回来 二妈说你得减肥 健身还得考自考 行 接着说吧 对 他妈说就是让我们结婚之后 就是搬到他们家小别墅去住 但是我不想去 你想就是他现在还没结婚呢 他都那么听他妈的话 你说要以后结婚了 我们一大家子生活在一块 然后呢他妈说什么就是什么 我就想让他就是 我们俩想自己在外边买房子 我就让他去跟他妈说 说我们就是想在外边买房子 而且就是首付的话 我们可以就是一家一半 然后房贷 我们两个人还就可以了 当然他就是我不知道 他嘴能特别笨 不知道怎么跟他妈说的 我妈说了 说你结婚出去买房干嘛 咱家那么大房 你看他 什么都是他妈说他妈说 干什么事情都是他妈说什么就是什么 我是嫁给他了还是嫁给他妈了 这倒也是 你嫁我妈我爸也不同意 你看他就是每次就这样 每次一说他就特别 老是那种开玩笑的 就不当回事 而且我们就因为这个买房的事情 马上他妈就不像以前那么喜欢我了 肯定他妈就以为我在挑拨 就是他和他儿子之间的关系 但是我真的没有那个意思 我跟他妈本来就是一点矛盾都没有 但是就是因为他在中间就是嘴特别笨 不会说话 搞得我们现在见面都特别尴尬 而且后来他妈说 那你们就赶紧把婚事定下来吧 如果不定的话 我就让我儿子去相亲去 他妈说呀 都是我妈跟我说 就是让我告诉他 如果说你再跟我订婚的话 他就给我安排相亲了 你去不 我得看他啥 他要是跟我订婚我就不去呗 你看他逼我 就是我妈说的 让我逼过他 你妈说要你逼过他 你看了什么说都是他妈说 他妈说 我妈就我一个儿子 我不听我妈话 听谁话呀 那你还就我这一个媳妇呢 未来有什么打算吗 反正打算就是 我妈说了 说就是 行你妈说了什么 说 就是说 如果她再老了 就把那公司给我来 让我俩好好经营 也不让她上班了 就天天跟我 那你能接得了你爸你妈的班吗 可以 我现在就已经在公司 就是搭在下手上 你现在一个月 挣七八千块钱 就是在你父母的公司里是吗 好 主持人你知道吗 我就觉得我特别委屈 我付出都为他着想 就是为他付出了那么多 他凭什么呀 凭什么 说去相亲就去相亲 那我在他心里 到底是什么地位呀 去乡了吗 没去 我就是跟他告诉你 但他没去 他就是有这个打算呀 你喜欢这小伙子什么呀 按你的说吧 也不上金又偷懒 诗诗处处骗着你 当然你管的也严了些 那你喜欢他什么呀 当然就是他对我特别好 特别关心我 生活上的小伙子爸都为我考虑 但是就是让他去干什么事情 让他去不干 我们说什么他也不听 其实他也去了 但他干别的事 阳风阴违是吧 嗯 就是出尔反尔不断数 我觉得这样的男人 就一点责任心也都没有 你说我嫁给他 我怎么敢把我的一辈子 去交给他呢 那就赶紧跑啊 得 舍不得了 姑娘那交心你理解吗 你打算玩到什么时候啊 小子 嗯 结婚吧 你的意思是一结婚 你就长大了对吧 小伙子指望通过结婚长大的 姑娘说你不长大 我哪敢嫁给你 妈妈说 再不结婚 我抱不上孙子 我就换儿媳妇 这一锅粥 你们说怎么熬吧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女生的头脑还算清晰的 而且呢 也非常明白 清楚自己要什么 要过什么样的日子 过什么样的生活 也明白 面前是一大坑 但是呢 还抗拒不了这样的诱惑 怎么办呢 你要想好几点 第一点是 短时期之内 你想要改变它 变成你想要的样子 不可能 在恋爱当中 情侣关系最大忌 的一点就是 要改变对方 因为她的原生家庭 她成长的环境 就铸就了她今天 这样的性格 你要让她变成 你心中的那个样子 这几乎是天方夜谭 第二点 你要明白一点 以后嫁进他们家 凡事 可能她都是说 我妈说 你没有能力 去跟她妈妈抗争 那需要一个非常大的智慧 非常长的时间 去改变现在的状况 第三点 现在她可以说是 在家族企业当中打工 其实她的工资说白了 也就是父母给的 万一有做吃山空的一天 她还没有长大 怎么办 你是否 要搭上你的后半生 去做这个赌注 你自己去考虑 对男孩说的是 赶快成长吧 不要再耍小聪明 小伎俩 你骗得了一时 骗得了一世吗 你要为你自己撒的谎 和你自己所做的事情 担起这个责任 女孩你知道 男生为什么看着你吗 因为你很像 你很像一个人 你很像她妈妈 她在很多方面 是需要有一个人指引的 以前是她的妈妈 所以她口头禅 就是我妈妈说 以后就是我老婆说 但现在当这个权力交接的时候 就会出现 两个强势的女人要对抗 所以和她妈妈 一定不能有任何的冲突 那是长辈 你是有规划的 你是有目标的 你也希望这个孩子 能够跟上你的脚步 但是这孩子长不大 或者说永远没你要成熟 所以你一定要问自己 有没有这个耐心 一步一步地扶着她走 她听话是她的好处 但是她不完全听话 因为她会偷懒 她会骗你 耍小伎俩 对不对 所以说千万不要让她 像你想象的那样去改造 不可能的 她就是她 改造完了 她可能死不下了 太不舒服了 所以你要认可这样 就继续下去 如果不认可 就分手 就这样 我认可 就这样 就这样 我认可 我认可 类似的妈妈 那个妈妈让这个男孩 能够有今天的 所谓的没有后顾之忧地去爱你 换成这个年纪的其他男孩 如果没有家里帮衬 他可能在拼命地打拼 我们在这个舞台上看到 很多男女朋友之间的矛盾是 因为这男孩太注重事业了 忽略了女孩的感受 他不会 所以你爱的就是这样一个他 你既然要享用他的踏实 听话 你就要接受他有那样一个 强势的家庭背景 那我们该怎么办 聪明的儿媳妇 一定要和婆婆达成互相的理解 你从来没有尝试过去 和男朋友的妈妈贴心地聊一聊 表达你对这个孩子的爱 你用的所有的方法都是强势地 想从那个女人手中 把他儿子抢到手里来 人家怪不得会安排相亲给儿子 所以你如果真想嫁给他 即便有难度 也要尝试和长辈去沟通 所以这是你要做的 而小伙子我想跟你说的是 我们的人生虽然有人提供给我们衣食住行 提供给我们所有物质上的保障 但如果我们缺乏了创造物质的快乐的话 这一生也不是圆满 我倒是觉得 你在搬出去住这件事情上 可以和女朋友还有妈妈好好协商一下 先去体验一下 独立生活的小日子是怎样的 也许你就知道成长的过程中 怎么平衡妈妈和爱人之间的状况 希望你能尽早地独立成长 谢谢 又想马儿跑 又想马儿不吃草 就是你们俩共同的状态 又希望他听话 又希望他那个优越的家庭 始终存在 这是你的想法 又想要有独立的个性 又想要自己的自由 那是他的想法 想要让一个顽固子弟的男人 成为一个奋斗青年 很难 那样的女人具有独特的魅力 你有吗 你显然是没有的 你说他对你很好 但他对你的好 都不是富有代价的 如果他针对你好 是不是愿意独立地跟你在一起 他做不到 他甚至连要挟的相亲 都说在嘴边了 所以你希望这个男人 能够成为你心目当中那种男人 是不太可能的 所以其实今时今日 就是问这个男生一句话 有好的家庭 其实是一种优势 能够用好 其实是事业很好的根基 但是就目前为止 不能在家里打工 不能在家里住 如果这个男人至少能够做到这一点 我觉得你可以考虑跟他继续下去 如果他连独立打工和生存的勇气都没有 他将来也继承不了家庭的事业 所以这就是唯一的条件 他愿不愿意独立 真的是他自己的事情 你千万不要逼他说 你一定要出来 这条件不能由你来开 而是他自动自觉的行为 这就像有的时候 你给他报一个肥训班 报个减肥班 他满天过海是一样的 如果他能够自己自动自觉地独立起来 那我觉得你或许还有跟他谈的必要 就这样 好了 自己做决定 生命要自己去改变 而不是别人变 媳妇 在一块这么长时间了 也没少气你 也经常对你撒些小聪明啥的 反正就是感觉 就是对你就是 不是他们那么认真 但是又离不开你 或者说我就想 好好地改变一下自己 就是变成你想要的样子 你能原谅我吗 我现在心里也特别 也特别纠结 其实 其实我知道你的人不坏 然后就是性格也特别好 但是 我也得为我的未来考虑 我不能把我自己 交给你一个现在的你 现在这个 是个不负责任的你 好 谢谢两妹 请回吧 来 请关门 请开门 来吧 来吧 谁都不许说分离 有请我们的小孩童有请 老婆 八个月前求婚 你没有答应我 我知道你挑了一些小毛病 但是我发誓 从你以后我改行吗 你嫁给我也好吗 嫁给我 在爱里等着你 被你叹息又掌揽你 在梦里全身一样 一样一样一样 把我冒际 两次心意在最复合力 不想确定日期 来来来 你至少得学会一样 养老婆的本质 是吧 是 谢谢完美请回吧 谢谢你们 希望小胖今天能够改变 听了各位老师们的话 掌握一技之能 好好的养健